花莲新政府从民国106年底开始实施花莲军人中林池一贵双冠的措施 让符合安错资格的现役军人或荣民的配偶也能够存放在中林池 但因为限制禁塔的顺序让美医师打了折扣 现役员张美惠接获了一位妻子往生的荣民陈勤 希望配偶的骨灰能先进贵存放却受到阻碍 张美惠建议县府应该要符合情理取消顺序的限制 让军人军舰以及荣民荣卷解除县制禁塔的顺序 张美惠在县议会第三次定期大会特别对此提案要求县政府能够放宽措施 因为军卷或荣卷有可能会比另一半先离世 既实施衣柜双冠不该严苛限制顺序 现役会民政小组考察行程 现役员张美惠也特别要求前往军人中林池 了解相关的设施环境 这个提案的缘由就是有接到一个成绩 就是因为原来的规定 就是如果他是可以普而生任进来的安错的军人 将士 那他的配偶不能够先进来 就是一会双冠这个规定 就是配偶不能先进来 没有如果先往生的话 那他没办法先放在这里 那必须是那个当事的这个军官将士 他如果往生 他要进来 其他的配偶不能进来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规定 似乎不太合情理 那如果要防币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会发生的几率 也是为不齐 那所以就是建议民政处这边 就是把这个规定把它修改掉 就是说如果是 他的配偶 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先往生 那他应该可以先安错在这里 过游戏 而不是说一定要等这个将士 就算将士他往生进来 那他的配偶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谁先往生的这个情形 就是那这个规定把它取消掉 那我们也很感谢民政处 非常快速的就把这个规定去做成绩 那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希望能够了解 这边的这个环境 民政小组也感谢县府从善如流 立即废止了原济存使用办法 亦既不再有顺序限制 而是依据花莲中灵瓷骨灰 安错须知 军人中灵瓷安错对象 包括了服役期间因公允命 因病或意外死亡的军人及其配偶 取得荣民政的退除以官兵及其配偶 因病或意外死亡 也可以安错在中灵瓷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